大家好,欢迎收看麦子学院的视频教程,我是讲师吕之华 本次将进入JSON入门的第四课的学习 首先来看一下思维道图 本课是讲解如何把JavaScript的对象转化为字符串 将会用到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有三个参数 本课将会着重讲解如何去使用这三个参数 将一个JavaScript的对象转化为字符串 这个过程称之为序列化 序列化就是指将一个JavaScript的值转化为JSON字符串的过程 JavaScript的值呢 它因为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个 我们需要转化为JSON字符串的 最常见的是把一个对象转化成 那其实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数字 或者一个普通的 一个单单的一个值 这种虽然可能没什么作用 但是它也是可以转换的 那本课呢将会用到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与上一课的 那个JSON点Path 很多时候是一起使用的 那这个函数呢 能够把JavaScript的值转化为JSON字符串 它生成的字符串呢 还可以用上一节课讲到的 Path这个函数来还原成JavaScript的值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 它有哪些参数 它一共有三个参数 其中第一个参数 Value是必选的参数 它就是我们需要转换的 JavaScript的值 那一般来说是对象和数据 很大 很多种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对象 那第二个参数呢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可以省略的参数 它有两种选择 是函数或者是数据 如果是函数呢 那表明每一组 名称和值对都会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返回一个值 它作为这个名称的值 返回到结果的那字符串中 有一些 如果有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值 不对 如果它是返回undefined 那么它的这个成员会被忽略 还可以是一个数据 那么就只有这个数据中存在的名称 才能够被转换 转换后的顺序也以这个数据中值保 这一次 接下来我们还会详细的通过代码的形式 实践的方式来讲解这一个参数 怎么样使用 第三个参数呢 是用于排版的 这也是可以省略的 比如说你可以在Json字符串中添加空白或字表符等 使得它便于阅读 这就是这个函数 它的三个参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参数的用法 那这个value呢 就是需要被转换的对象 首先呢 我们来输入一个JavaScript的对象 obj.m等于 我们随便输入一个对象 这是一个JavaScript的对象 我们把它输入到控制台 然后呢 用刚才的函数将它转换成字符串 转换后的字符串是符合Json的语法规则的 把转换后的字符串输出一下 保存 打开浏览器 看一下结果 打开控制台 我们看到刚才的那一个对象 首先输出之后 然后被转换成了一个 Jason的字符串 那这个字符串是符合Jason的语法规则的 好 这就是最一般的用法 那如果我们刚才说到 如果这里面有不符合要求的字的话 会怎么样呢 假设我们随意定义 假设有一个B量A Undefined 那还可以有函数 好,这个函数什么都不做 我们来看一下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好 在首先输出的这一个对象中呢 它是有函数 也有刚才的那个A的 但是最终结果中 这个A和这个函数都消失了 就是因为它是 这两种值都是不符合Jason的语法规则的 我们在第二课中 语法规则的时候提到 这个Undefined和Function都是不符合语法规则的 还有一种情况 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如果假设有一个数竹 假设B 数竹里面有函数 我们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 保存 发新一下 好 这里没有打斗号 要注意 每一个 这一个变量之间呢 都要加一个逗号 好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数竹 这数竹里面是一个函数 它转换之后 它存在 它并没有不存在 它存在 但是它的这个函数 是变成了一个NUM 我们知道NUM是Jason语法规则里面一个 那七种唯一的值的 其中一种就是NUM 也就是说当数竹里面有函数的时候 它会被转换成NUM 这个数竹会保留下来 好 那这就是第一个参数 VALUE的用法 接下来又讲这个 第二个参数的用法 这里稍打了一个 那第二个参数呢 它有两个值 一种是函数 一种是数竹 首先我们来看是函数的情况 我们要写一个函数 把它作为第二个参数 这个函数 与上一节课讲的 那个PASS里面 那个函数 它的作用是 它的形式是一样的 ReturnValue 记住ReturnValue不要忘记 好 我们可以 if 如果 NAME 等于A9 如果 它遇到一个 变量 它的名称是A9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VALUE 等于14 这个与上一节课 是类似的 要记住这里 加上这个函数 好 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结果 好 我们看到 原对象里面A9是26 通过转换之后 变成了14 也就是说 这个函数的作用 就是在转换成 Json字符串的同时 对数值做一些处理 这就是这一个 当第二个参数为函数时 它的作用 好 那么第二个参数还可以是一个宿主 那如果是一个宿主 我们来看一下 是怎么样去使用它的 我们把这一个对象稍微修改一下 1 1 2 4 3 1 4 好 把它变成一个宿主 这个宿主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只有这宿主里面存在的变量名 它才能够被转化为 Json字符串 那假设我是A B C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那么我们这里面只输入了A B C 没有D 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会怎么样 好 我们看到 A B C D 这但是转换后之后没有D 也就是说 这个D没有出现在刚才那个宿主中 所以它就在最后转换的结果中没有出现 这个宿主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如果你把这个顺序破坏掉 比如说CAB 那么这个也会影响到结果 就是它最终只有 它最终的结果会符合这一个宿主的这个顺序 我们现在已经打乱顺序 让C排在前面来看一下 它的结果 好 我们看到 这个结果中 C是第一个名称直对 然后才是AB 那这也是宿主的一个应用 好 这第二个参数就讲到这里 我们发现 这个第二个参数呢 它的作用实际上就是 在生成 或者说序列化 这个Json制服串的时候呢 在生成的同时就对它数值进行处理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希望在 我们希望在生成的同时 我们生成的值和 被生成的值 这两者之间有时我们希望它是不同的 通过一个计算之后得到 它的最终的制服串 那么这个参数呢 就是帮助在这个序列化的过程中呢 进行一些处理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参数 就是Space 那这个Space是什么作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假设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 随时输入一个支付串 One 看一下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在刚才的基础上添加的 好 我们看到 每一个名称值对之前都多了一个One 而且你发现 它这个已经帮我们排列整齐了 每一个字符串之前都进了一个One 那么这一个参数 它通常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最常见的一种用法就是在这里添加这个字符符 添加字符符之后 你看 它就排列的会更加可读 我们 在第二课的时候去书写 Jason的语法规则的时候 我们写的时候通常就是 一个这样 然后 然后说我们就会这样写 然后逗号 你看我们其实很多这个编辑器 它默认就帮我们加了这一个字符符 还有这些回车之类的 比方说我们写 它就会这样写 26 然后下一个 我们不会说 我们不会说把它写成这样 因为如果你不加第三个参数的话 它默认会帮你转化成 就是这样的形式 这种形式是不方便音乐读的 但是当然它比较小 如果你为了排版让人更易于阅读的话 它文件是会大一些的 如果你没有阅读的要求 你就没有必要使用第三个参数 如果对于阅读的要求的话 比较高的话 那么就会需要把它变成这种形式 这种时候才需要第三个参数 我们看到刚才的结果 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 很易于阅读的形式 好 这就是今天课程的全部内容 希望同学们下去之后呢 使用这个参数 来转换 试着转换一下 这个JavaScript的对象 无论是对象 宿主或者是其他的 都试着转换一下 然后特别是第二个参数 那要着重的试一下 看看它的作用是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那第三个参数呢 比较简单 可以粗略的试一下 那么这主要是位于排版 好 本次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